讲案件故事 看众生万象 连续作案14年 潜逃28年 强奸变态杀害11名女性 割喉切尸 令人发指 如此残暴 究竟为何 本期为您讲述 曾经轰动中国的大案 白银市连环杀人案 白银市连环杀人案 是曾经轰动中国的大案 凶手在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里 在甘肃白银市和内蒙古包头市 凶残侵犯并杀死了11名女性 受害人中还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 该案当时造成整个社会都是人心惶惶的 尤其是白银市 没有女性敢单独出门 由于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该案被列为重点 争破案件 2001年8月又被列为 公安部部督案件 但直至该案距离首次作案 28年后的2016年8月 凶手才被捉拿归案 由于案件跨斗时间太久 该案曾一度被誉为 世纪悬案 随着案件被侦破 案件的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凶手作下的 哪一桩桩雪淋淋的惨案 1988年5月24日下午五十许 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 白某被害于白银区永丰街家中 受害人 经部被切开 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 下身赤裸 上身共有刀伤 26处经犯罪嫌疑人高成勇供诉 该案件是因盗窃未遂 被受害者创破才杀人 这也是凶手犯下的第一起案件 时隔6年后 1994年7月27日下午2点50分 白银供电局19岁女临时工石某 在其单身宿舍遇害 受害人经部被切开 上身共有刀伤36处 作案手法与第一起类似 又时隔4年 1998年1月16日下午四时许 居民发现白银区胜利街 29岁的女青年杨某在家中遇害 调查证实杨某被害时间为1月13日 受害人经部被切开 全身赤裸 上身共有刀伤16处 双耳机头顶部有13乘 24厘米的皮肉缺失 仅仅又过了几天后 1998年1月19日下午 五十四十五分 家住白银区水川路的27岁女青年邓某在家中遇害 受害人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 裤子被扒至膝盖处 经部被刺割 上身共有刀伤八处 左乳头及背部30×24厘米的皮肉缺失 1998年7月30日下午六十许 白银供电局职工曾某八岁的女儿苗苗在家中遇害 受害人下身赤裸 经部细有皮带勒痕 阴部被撕裂并剪出精子 1998年11月30日上午十一时许 白银公司女青年崔某在白银区东山路的家中被杀害 受害人同样是经部被切开 上身有22处刀伤 下身赤裸 双乳双手及阴部缺失 1998年凶手突然变得异常疯狂 连续作案四起 而且手段也变得越来越残忍 变态 开始残害女青年的尸体 切割女性的身体器官 据后来交代 凶手随后将这些女性器官扔进了黄河里 又过了两年后 凶手继续作案 2000年11月20日上午十一时许 白银棉房厂28岁的女工罗某在家中被人杀害 受害人经部被切开 裤子被扒至膝盖处 双手缺失 2001年5月22日上午九十许 白银区妇幼保健站28岁的女护士张某在白银区水川路的家中被害 受害人警部等处由锐气伤十六处并遭强奸 2002年2月9日中午一时许 25岁的女子朱某在白银区桃乐春宾馆客房中被害 受害人警部被切开 上衣推至双乳之上下身赤裸 遭遭到强奸 凶手还在9697年在包头杀害两名女青年经一流经验比对 确定凶手与白银案的凶手同为一人 至此加上这两起凶杀案 凶手在白银包头两地作案十一起 杀死十一人 可谓罪恶滔天 从白银九名女性死者死时的依照状态来看 凶手大概都曾试图对他们进行性侵 但其中只有三起成功了 分别是1998年7月30日遇害的八岁女童 2001年5月22日遇害的张某 以及2002年2月9日遇害的朱某 从第三次行凶开始 高某多了一个新的毛病 既从被害者身上割下一部分皮肉或器官 其中第四起案件中受害者的左乳头是被咬下来的 这或许预示着高某的心理越来越扭曲 杀人手法才会越来越变态 而完成强奸的三起案件中 高某并没有割下皮肉或器官 经分析认为 凶手之所以割下皮肉或器官 是因为自己过于紧张或精神上的因素 无法实施强奸 因而用这种手段的作为心理补偿 自从1998年24岁第一次在白银杀人 38岁最后一次在白银杀人 此后十余年间白银市的人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一方面虽然警方提取了嫌疑人的足印 指纹精液DNA等各种线索 但案件仍迟迟未能告破 另一方面还在有人不断的丧命 凶手从第三起案件后明显的加快了作案频率 这给办案人员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也给白银市市民带来了更深的恐惧 2016年3月公安部行政局组织开展疑难命案 疾案攻坚行动以来 对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青年案 展开新一轮的争破工作 公安部工作组先后四次带领行政专家 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 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特征 对其活动地域进行科学判定 确定了利用新科技手段 对原有生物物重再利用的主攻方向 专案组按照公安部工作组的工作要求 加强科技公关力度 很快案件取得了重大突破 警方通过染色体YDNA的检验 发现成和村高市家族有作案嫌疑 挨个录入指纹 提取高成勇指纹和DNA时 他表现惊慌 警方现场将指纹和DNA发挥比对后 很快发现他的指纹和命案现场指纹高度吻合 便实施对其抓捕 2016年8月26日上午 白银市公安局侦察员在白银市工业学校一小脉户抓破高成勇 高成勇被警方抓破后 对自己在白银包头两地作案杀死11人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悔 至此这起笼罩白银市28年之久的世纪悬案终于宣告侦破 看到这儿一定会有观众产生疑问 一起杀人证据充分的案件 为什么迟迟破不了案 一拖就是28年 而且期间凶手还在不断杀人 莫非凶手有什么超人的反侦察能力吗 其实不然 导致这起案件迟迟不能征破的主要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虽有犯罪证据 但没有追踪线索 有犯罪证据 没有追踪线索 这个案件久争不破 主要原因是认定犯罪证据非常充分 认定和揭露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几乎没有 据办案人员说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指纹脚印 精斑很多 但没有线索来指向这些是谁的 一般说来 不管是仇杀 情杀 还是谋财害命 一般面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 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关系 但在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中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完全没有关系 二是嫌犯居无定所 行踪不定 该案犯罪嫌疑人都是在白天作案 案发都是在白银市区 这些特征都反映出当地人作案的特点 在警方对白银市当地符合作案年龄段人群 一人不漏全覆盖进行筛查时 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或隐蔽于家中务农 或外出打工逃避了筛查范围 据调查 犯罪嫌疑人1988年作下手案后 一直居无定所 除了在清城镇家中短期居住外 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 天水及内蒙古的巴银卓尔 包头等地 直至2015年 犯罪嫌疑人才回到齐齐 在白银市一所学校经营的小卖部中 据班人员讲 在白银排查时 他在清城 将清城纳入排查范围时 他又到了兰州内蒙古 就这样 罪犯一次次逃出筛查范围 以上种种巧合 导致犯罪嫌疑人 多次与警方的侦查 擦肩而过 三市嫌犯呢 谨小慎微 没有犯过其他类型案件 征破此案的28年里 甘肃省对此案发生的14年中 即案件告破前 所有犯案的犯罪嫌疑人都采取了指纹和DNA 如果犯罪嫌疑人犯过其他案件 立即就会被比对出来 但据警方审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之外 谨小慎微 必年与他人接触 更没有做出需警方介入的违法行为 四市当时的侦查技术的局限 也是案件久久不能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在案发现场 曾收集到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和DNA 但当时抑郁落后的技术 也是案件难以告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通过白银警方建立起先进的YSTR数据库 才发现了本案的关键线索 所谓YSTR方法是法医学对精子的一种DNA的检测手段 同一夫妻的所有男性个体 兄弟 父子 叔侄 唐兄弟和祖孙等 都具有同源的Y染色体 高长永一位唐叔的DNA 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 警方将他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痕迹比对 最后发现高氏家族成员高长永高度吻合 这才将凶手锁定在高长永身上 让残害十一条人命的杀人狂魔最终复发 14年残害十一名女性 又变态的残害女性的身体 她这么做究竟为什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导致了他这种变态的人格 高长永 男 汉族 1964年11月10日 出生于甘肃省南州市于中县 1984年高三幅度一年的高长永 报考航天学校 分数差一点 再次落吧 此后他开始在外闯荡 卖过藏刀 倒卖过废金属 炼过炉 种植过大棚 做过小生意等等 然而钱没那么好赚 他一直处于生活拮据的状态 与那些有权有钱的同学比较起来 他的心理一直不平衡 他开始想各种办法挣钱 据他被捕后交代 他之所以杀人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钱 但他这种变态的杀人方法令人费解 被捕后 曾对高长永做过多次心理测试 感觉他的内心那道门是封闭的 不会轻易对任何人打开 他是一个充满戒备心理 防卫心理的人 高长永对外界信息的接纳 属于分析型的 在做心理测试题时 他每道题都会仔细看很多遍 认真斟酌揣摩 然后再答题 而最终得出的结果 是他属于正常心理 后来让他随便画了一幅画 他画了一所房子 一棵树 还有一个裸体的男人 他画的那所房子就像一座庙宇 画的裸体男人有些像他自己 高长永内心的某些情绪和感觉 或许就潜伏在这幅画里 需要一些时间去解析和探索 2018年1月19日上午 人民公安报记者 对高长永进行了一次采访 采访中高长永透露 我也想控制我自己 可我的心里出了问题 我也常常想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总之是命太苦了 再问到他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是他说我跟他们没仇没恨 杀他们一是因为穷 二是因为他们反抗 问到那个八岁的小女孩 也反抗了吗 高长永低下头 垂下眼皮 沉默了一会儿说 做了那个小女孩的案子后 我想了好几天 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我也想控制我自己 可我的心里出了问题 他希望早点执行死刑 尽快了结这些事 日子越长给家里人带来的压力越大 影响他的两个儿子 他活着一天 他家里人就牵挂他一天 他死了 时间久了 家里人就会把他忘了 时间能解决这些问题 2018年3月30日10时 甘肃白银中院一审宣判 白银连环杀人案被告人高长永被判 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 抢劫罪 侮辱尸体罪 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 法院另判决被告人高长永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 高长永当庭表示服判 不提上诉 期间他还询问过 能否通过捐赠人体器官 来对受害者家庭的进行一些补偿 这显示出他内心的一些悔意 2019年1月3日上午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罪犯高长永被执行死刑 检查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结束了他最恶的一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